屏東縣來一部落高姓部落領袖 兩年前在慶典上拔下林姓女族人的英語頭士 因為按照部落禮書 只有核心家族領袖才有資格佩戴三隻英語頭士 但林姓族人自覺收入份額提告 經屏東地方法院審理 並徵詢部落領袖及其老陳述後 認為不構成公然侮辱 因此宣判被告高姓部落領袖無罪 透過這個私下請求 以及公開廣播方式 請他取下這個羽毛都沒有獲得回應 被告是為了維護這個傳統的習俗 所以才動手去拿下告訴人 頭頂所佩戴的這個三根的英羽毛 那主觀上是沒有一個侮辱的意思 判決一出引發地方議論 有部落齊勞指出 年輕一輩族人已經淡忘這些禮節 加上主流社會、政治和商業的影響 扭曲了原本嚴謹的排灣族傳統社會制度 現在時代怎麼講呢 因為這個都是民選時代的民選 什麼官都要民選 什麼行政收藏都要民選 你如果頭目要清選的話 你就得罪一個人了 那些商人都... 你怕什麼 不是你用你的錢買來的 你管他也沒有法律規定 這都是你們三名住民的規範而已 這個就是讓我們看到了 我們一個傳統文化在秩序上的一個示威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積極的 就是透過學校教育 重新的把我們各個族群的一個民族的教育文化 把它重新建立起來的一個必要性 齊勞表示類似情節不斷發生 一再凸顯新舊世代對部落文化價值的差異 憲甫原民促希望從教育著手 讓美好的部落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原始新聞巴朗 平隆來一 成不道